公路上一西装革履的丧尸在觅食 直奔着一对小情侣就干来了 钩子撩回车里掏出把手枪 子弹上膛 一枪就放倒了丧尸 正当俩人欢呼雀跃之时 倒地的丧尸竟然又活了 这时候枪里没了子弹 俩人逃回车里挂挡抬油 可这节骨眼车却又误沙子里了 那丧尸跑过来疯狂拍窗户 八俩人吓得是大气都不敢喘 想打电话求救吧 刚才掏枪的时候意外又整吊了 俩人这一躲就躲到了后半夜 此时外面的丧尸突然没了动静 小心打开车门 喵挑的下了车 可大李威威这边刚找到电话 钩子那边就被丧尸刀上了 好家伙 成功送走了第一位 大李威威紧忙回车收拾东西 一回头丧尸竟然不见了 正纳闷呢 大兄弟就奔他来了 带上补给品 那头也不回的就撩啊 不知道跑了多远 来到了一个大沙漠 可这节骨眼打电话 没一个人愿意帮忙的 于是整理物资图不起 W瞪俩眼珠子 改下面守了他一宿 一只丧尸围着石头上的大姐 转圈圈 而想要离开这沙漠 就必须带上补给品 可眼前的丧尸却一刻不停的盯着他 大李威威想到了自家的小狗 于是捡起一根木棍就撇了出去 那W一看当时就不乐意了 这时的大李威威心生一技 拿出一个绳带个袋的东西就撇了出去 那W也没见过呀 直接就奔他干过去了 大李威威趁机跳下石头 可不小心又卡了个养瓜叉 就这么的大姐前面跑 丧尸后面追 慢慢的大李威威这边就放松了 甚至又开始玩上了 讲话了 那乐极了肯定生悲 一场巨大的沙尘暴突然袭来 大李威威拼命挣扎 但还是在沙尘暴里晕死了过去 而当他再次醒来 正好赶上一辆汽车警部 大姐急忙呼喊救命 本以为自己得救的他 万万没想到这俩小伙子 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人呢 直接把他拽过来就按到了车上 W听到大李威威的求救 几天没吃饱的他 这下又可以开婚了 另一个小伙见事不妙 那夹着个小尾巴就撩了 受到侮辱的大李威威 失声痛哭 一下子让他想起了自己 抛弃的女儿 看着眼前这个救了自己的丧尸 迷离的小眼神中 却也透露着几分英俊 俩人来到一处满是轮胎的空地 大李威威心生一计 将轮胎套到了W身上 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解放双手了 可他却没想到自己的行为 践踏了一个丧尸那最后一点的尊严 他把心爱的丧尸拴到墙上 心中虽有万般不舍 但毕竟人师有别呀 我和你终究是不可能的 那丧尸撕心裂肺的满地打滚 大李威威最终还是没能狠下心来 俩人再一次踏上旅程 来到公路上 大李威威看到了一对军车 紧忙就把W藏到了路边 可他的嘶吼声还是暴露了自己 大兵举枪就要干掉他 大李威威拼命阻止 谎称他是自己的亲老公 就在以为逃过一劫时 大兵还是一枪打伤了W 大李威威不忍抛弃 于是换自己拉着他继续赶路 眼看着前面就到机场了 吃血过多的W也撑不住了 毕竟人心都是肉掌的 看到帅气的W和他漂亮的女友 大李威威决定给他来个痛快的 抱起一块大石头 就送他去跟女朋友团聚了 来到机场 大李威威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因为他打算回去救自己被困的女儿 在W的影响下 此时的他变得异常强大 解决掉机场所有的 因为女儿已经被害时 终于在帐篷里发现了自己的姑娘 而当俩人准备离开时 丧尸已经把家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美女丧尸做朋友 不是同类一起走 为了生活向前瞅 别做他人的小奶狗 打扰了